的確就是說當然這個寇寇姐 周一寇這一次在攻擊蔣家的 就是蔣萬安家族的一些事情 大概在半年前吧 我就已經聽說過了 就是說有一股力量 正在秘密的收集各式各樣的資料 包含到中國大陸去比對當時張雅若 很多相關的這些文件 書籍或者是報導 但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選的是台北市長 這候選人是蔣萬安 不是蔣萬安的爸爸 更不是蔣萬安的奶奶 這不是蔣萬安的這個三代 祖宗三代通通都要挖出來 然後在這個祖宗三代裡頭打滾 台北市民是不吃這一套的 那再加上周一寇在這一次 處理這個問題上 這個方法太拙劣 太粗暴 甚至太低俗了 所以立刻就引發了全台灣 這個民眾全面的一個反彈跟憤怒了 因此周一寇現在已經成為 一個負面指標了 就是說大家認為說周一寇現在 恐怕已經不是這個神隊友 而是租隊員了 就周一寇站在哪一邊 你就會馬上增加那一邊的仇恨值 陳時中的仇恨值已經夠高了 如果他的肩膀上再背一個周一寇 那陳時中真的就是萬劫不復了 更重要的是 周一寇在過去這段時間的表現 包含民進黨的很多的側翼打手 這個或者是特定的綠媒 所做的一些攻擊 其實都沒有打到點 反而同樣的就引發了一個 全面反民進黨的浪潮 所以事實上這些事情 都是有很強大的外衣效應的 那這個外衣效應 不只是影響到台北市 這個外衣效應會影響到全台灣 所有民進黨的選情 大家不曉得還記不記得 2018年張天青的東廠事件 張天青的東廠事件 他的目標針對者是針對侯友宜 可是這個東廠事件爆發之後 整個民進黨的選情就幾乎崩盤了 而今天同樣的 周一寇如果還是沒有收斂 還是照這樣的方法 這個粗暴低俗的全面亂打的話 那麼到最後 周一寇極有可能成為2022年的張天青 再一次的把民進黨的選情拖垮 那麼對於民進黨 持續要讓周一寇用這種方式 來進行輔選 我們也只能夠表示尊重 但是站在一個善意的立場上 事實上我們必須要提醒民進黨 再這樣子做下去 對台灣的民主沒有幫助 對你民進黨的選戰更沒有幫助 而且你知道嗎 今天柯文哲聽到這個 叩叩姐的這一番言論呢 他不只用說的 柯文哲是用唱的 他唱什麼呢 歡迎歡迎 我們歡迎你 你就知道柯文哲樂見其成 這一場選戰有了叩叩姐 民眾黨最感謝的就是周一寇 不是嗎 原本新竹市沙喀都三人對戰的局面 國民黨還有一戰的可能 不是因為周一寇把高鴻鞍全面的拉抬起來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柯文哲會喊唱歡迎這首歌 對民眾黨來說 周一寇簡直是天上送下來的一個大禮給他們 真的 那這個媒體人偉安也說 在打蔣萬安DNA跟聲勢的問題 不會對他造成衝擊 現在反而變成助攻 洪威姐你怎麼看呢 叩叩姐 他的牌怎麼都沒變 從之前 省影之前 打蔣萬安的聲勢 現在發現已經沒有效了 他還繼續打 我覺得如果民進黨要讓周一寇付出的話 他應該要去餵給周一寇一些 比較有營養的料 對不對 這個食材也要可不可以換新一下 對不對 如果他繼續是Cook這些 什麼滴血認清 或者逼蔣萬說 六歲的時候你拿出證據 你有沒有看過 看過你的什麼真祖母 去考驗一個 你六歲小的時候的記憶等等之類 那你只會使得周一寇真的他付出 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這些候選人 最大的一個輔選大將 一定是這樣子嘛 那因為我完全同意 剛才大謙委員講的 因為周一寇他現在 對於他在選舉上的影響力 絕對不僅僅只有台北市而已 你現在看他的聲量 他的聲量事實上已經是全國性的聲量 然後你也很難去想到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有幾個就是政治人物的聲音 也不是政治人物 不能算政治人物 就是根本非候選人的聲量 凌駕了候選人的聲量 比如其中一個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的狀況是 他邊緣化了這個黃珊珊對不對 他使得黃珊珊很多事情 大家只看到柯文哲在講什麼 柯文哲在罵什麼 然後黃珊珊的那個是比較模糊的 好另外一個就是周遇寇的聲量 也遠遠超過這些候選人的聲量 那所以就變成他是一個 會去主導影響這個選戰的一個關鍵的人物 那大家都知道我每次都講 其實在選舉裡面 什麼是很好操作的呢 就是那個仇恨值是非常好操作的 民進黨 對不起 你們不就各種高聳嗎 你們以前的這個選舉 你們自己沒有什麼政績 也不會就是治理國家 可是你可以操作討厭國民黨 什麼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以前不是就這樣操作嗎 好那現在國民黨真的是被你搞得七分八素之後 沒有東西了 現在就搞一個抗中寶臺 有沒有 把中國中共拉進來了 就是抗中寶臺 他也是一種操作仇恨值 好那同樣的 現在為什麼陳時中 從一個你們所塑造的抗議英雄 然後賦予他一個總統級規格 這個輔選團隊的一個候選人 現在打成你是變成小三呢 對不對 你現在在變很多的這個民調裡面 陳時中的民調已經屈居到第三名了 不是嗎 你拜誰所賜 拜陳時中你自己仇恨值很高所賜 還有拜周遇寇的仇恨值也很高所賜 那而周遇寇當他把他打成全國性的一個聲量 全國性的議題的時候 那麼周遇寇他的付出 絕對他的影響力不僅僅止於陳時中 他甚至會擴跡哪裡呢 他甚至會擴跡你桃園啊 他甚至會擴跡你其他的這些城市啊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你現在雖然你只是砍了 這個周遇寇一個背榜 因為你把他的這個節目蠟新聞 把他從那個淡黃區把他拿掉 然後呢這個NCC對他施與博程 罰他40萬 但是我必須講NCC你們根本是在喷笑啦 你那40萬是好久以前 言寬何時代的 我現在就看你 你針對你張淑堅那一段 NCC有沒有處理嘛 還有一點周遇寇你付出之後 你要不要鄭重的對張淑堅小姐道歉 你要不要還是你繼續的在操作 你那個什麼左打高宏安 右打蔣萬安 然後打蔣萬安再去打他什麼 你有沒有見過什麼 這個蔣宋美齡這些事情 什麼然後你到底是不是 蔣經國的什麼曾孫這些事情 你對不起孫子這個事情 你繼續去打我們歡迎你 繼續打嘛 那越打蔣萬安越樂嘛對不對 你就把蔡司中越打越下面 不是嗎 所以連那個什麼 連看完之後都很高興啊 他覺得高宏安 你再打你再打一下高宏安啊 我們在學劇裡面常常都會講說 你趕快來罵我 你趕快來罵我 罵我才能把我的選期 把我的聲量弄起來 現在不就是這樣子嗎 請問一下民進黨 我就真的講 我一直認為說 民進黨裡面有人要在造反 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的放任 亂打高宏安 然後還要放周玉寇出假呢 對不對 如果你們是這樣子 你們真的是想搞掉 那個蔡英文嗎 蔡英文小心一點 蔡英文你們裡面 真的有人在造反 民進黨裡面 對不對 這個戰術太奇怪了 殺自己人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